那现在他要什么 漂亮 有钱 身材好 健康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祈愿 这是不是慈悲心啊 事实上 你祈愿对方好 自己得到更多 所以佛陀说 保持慈心得到十种利益 气色好 好睡觉 睡醒精神好等等等等 不堕落伤恶道 就像有一个妈妈问我说 师父人家超度堕胎怎么超度 我说有一个方法 你只要看到女人走过去 哎呀 愿你母子平安 特别你看到怀孕了 哎呀 愿你胎儿平安 那个就是你对胎儿的悲心 那你就会感动你的流产胎儿 就这么简单而已 超度 感谢人摩介讲得很好 超度是慈悲 只要你有悲心 对方就可以超度 所以就像我们华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你用慈悲心念佛 对方就可以离开痛苦 佛法没有高跟深 佛法是一种心态的差别 所谓密秤 金刚秤 他讲的就是一种 不间断的空心 不离开菩提心 可以这样说 你能够不离开悲心空性 那叫金刚秤 所以阿弥陀佛是说 我修了多少仪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千万不要用这个数字 或是他很会修多少仪轨 来代表高跟低 就像那天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请那位上师 做一次超度多少钱 我说那你就不用去了 因为就算他把仪轨背起来 但是他的动机是钱 那就不用去了 因为那个没有力量 大乘之所以殊胜 也叫把慈悲当戒律 这是大乘佛教特殊的地方 小乘讲的是个人的解脱生死 但是如果你没有小乘做基本 你也不可能修大乘 我问各位 各位 生命苦不苦啊 生命苦不苦 苦你为什么还在家呢 你怎么不赶快出家呢 你还不觉得苦 我们出家之所以出家 就是觉得生命苦 没有第二个路而已 小乘的阿弥陀佛就是体悟到 佛陀所讲的苦即灭到 是圣体的苦 对不对 而且从苦里面找到苦的因 无名贪而执着 而想灭苦而修道 这样可以 所以他要持戒来修道 所以各位要去经常思维生命的苦 当然你还没有结婚 你不容易去思维这个 你只想说 哎呀 谈恋爱多快乐啊 结婚有个家多快乐啊 对不对 所以爸爸妈妈如果结婚了 结果儿女还结婚 算你修行失败 因为你没有把真相告诉对方 爸爸妈妈如果离婚了 你儿女更想结婚 那你更失败 你已经痛苦了 你干嘛又把她推落苦海呢 那你就说 哎呀 这个年轻人嘛 我不能跟他说 那你这样就是 你不负起责任 只能说 他想要结婚谈恋爱 你必须告诉他 很苦哦 你准备好了 就像你要去开刀咯 去吧 但是你要去试试看可以 但是各位你要一直提醒这个 要提醒这个 所以佛教最大的功德呢 是什么来 劝人学佛 这个是佛教最重要 劝进行者 光无量受精最后一句话 劝进行者 你能够把你知道的 想尽办法去告诉别人 所以我常问各位 请问各位来住在美国 移民在美国的目的在哪里 你要回答 苦度众生 要把佛法传播到边地来 你要把改变你的动机来了 因为这边实在很难呢 你看现在座义里面 都是我们华人 华人有福报耶 认为佛法是很正常的 但是西方人实在不容易 因为他没办法相信 就像我几个月前去法国 我去法国做阉供 他们问我干嘛要做阉供 我说供养佛以外 不是给鬼道 那个会长 佛教会会长 叫我不要谈到鬼 他们不相信有 我说你做会长 旁边不要讲不要讲 会长就是如此 所以我说 原来像我们洛库会长就没问题 因为他是华人 但是你用西方人 你要跟他谈这个 他很难理解 如果他很难理解这个 你就要去修悲心 他更难理解这个 所以各位对西方人要有悲心 哎呀他们很难 所以轮回的问题 夜报的问题 对他们很难 他们需要有信仰 但是他把信仰当作一种 心灵的享受 打坐 meditation 静静的 讨论那个道理 这样而已 但是他不知道学大乘是悲心 微笑 拥抱 真心的对待你 而不是把那个道理拿来看 所以 那今天 第一天晚上不能讲太严肃 讲故事好了 好不好 但是明天要受八晚再接 调查一下 这辈子没有受过八关再接的 举手 没有的 没有的 拜托你们一定要来 一次 受一次八关再接 六千六百六十岁 不堕落第一鬼套出身道 受一次八关再接 做一次皇帝 要不要做皇帝啊 受一次八关再接 六十万事的富贵 所以 佛陀要我们 所以佛陀说了 百千万亿黄金不失 福报很大 那不是功德 那是福报 但是不如在佛前 拱一杯水的功德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要经常供养三宝 所以每次我来佛谈看 庄不庄严 太庄严 一定要念这句话 这叫什么 水洗功德 看看 不理他 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 你要升起 哇 这个普巴金刚坦诚 庄不庄严 水洗功德 了解吧 你一定要这样去 一直去水洗 然后说供养 这个水洗也是最大的供养 虽然花不是我们亲自带来 前面的花 庄不庄严 庄严 水洗功德 那等于这个花的供养就是你的功德了 我们不是贪功德 我们是要把这个功德 布施 希望 连地狱二鬼道都像极乐世界的花园一样 布施给他们 就像有人拿漂亮的花一束供养你 你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在佛前游 这么庄严的供养 水洗功德 所以我们做一下供养 有人问我说 师父 晚上供养什么 好在我是台湾男的 那边是白天 地球是圆的 所以 以为众生而供养 没有分白天晚上了 所以 因为众生需要 我们替他供养 让他们有福报 所以 把他讲完好了 所以 百千万亿黄金布施 不如佛前供养的功德 再来 佛又说了 你把全世界的三宝 都做成黄金 都做成大供养 无量节的功德 福报大不大 大得不得了 不如守一条戒力的功德 所以 你能够守一条 不杀身戒 超过前面的功德 但是不是说 前面功德不要做 很多人断章取义 佛陀说 以这个布施 做基本 再加上持戒 那就圆满了 所以佛教叫布施 持戒 忍辱 这样的意思 所以 那持一条戒的功德 不可思议 但是佛陀又说 你持了百千万 维系戒的功德 不如什么功德 忍辱的功德 不要生气 好不好 你要发愿 不生气 不欢迎 做不到的 要发愿 如果我生气 就下地狱 如果不发 不发你就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永远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敢发 发了以后 你放心 佛菩萨会原谅你 因为你 每一个愿就有护法神 护法神会提醒 会提醒你 当你一生气 或水巴骂人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个叫戒体 戒体 就像台湾 有一位广化老法师 有没有听过 他是一辈子不摸钱 晚上不吃饭 叫顾不食 那有一次 他病得快死了 然后医生叫他 吃一点稀饭 免得他虚弱而死 但是老和尚 不吃就不吃 信徒都跪下来 老和尚 你要为大家住室 听起来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你要为大家住室 你一定要喝 不然你死了怎么办呢 老和尚被逼到 没办法了 他们拿了稀饭 医生说 你一定要喝 他就拿起来 一喝下去 牙齿跳出来 老和尚说 你看嘛 不行就不行 医生都腐了 这样牙齿会跳出来 这个叫戒体 那老和尚一辈子不摸钱 那有一次信徒 不知道 拿外套拿错了 搭在老和尚身上 那个钱飘飞出来 戒体 所以如果你有持戒 那这个戒就会保护你 你放心 所以那各位一定要发愿 事实上什么叫愿 念一下 愿名为戒 每一个佛都是发愿而成佛的吧 所以在大乘佛教 事愿是戒律 众生无边事愿 读这个叫戒 敬畏来即不杀身 这个愿叫戒律 所以各位要敢发愿 如果你不敢发愿呢 就给你自己不好的机会了 你要你发了这个愿 佛菩萨就会帮你 护法神也会帮你 排斥掉对方 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愿力 很重要 所以忍辱的功德超过于慈戒 慈戒的功德超过于布施 当然佛陀最后讲 慈悲的功德 包含一切 所以我们讲慈悲 所以你要以慈悲心 去世间的布施也要 出世间的布施也要 忍辱 慈戒禅定经 通通要 这个代表慈悲 但是你要圆满慈悲 要如何 来 提振空性 我们世间的慈悲 是有范围的 有界限的 有限制的 那佛教的慈悲 叫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 包括对敌人 包括对不同 任何一个宗教 所以慈悲没有敌人 所以如果你还有敌人 就不是慈悲 但是你要达到这个阶段 必须要达到 无我的空性才可以 但是各位 你千万不要 为了这个每天去打坐 修空性 而放下慈悲 那你就琢磨了 最快的方法是 不断地去慈悲 从慈悲把我消除掉 我们叫自立地 比如说我慈悲地去布施 这样我才可以消除 我对金钱的吝啬 对不对 执着吧 而且我还可以帮助对方离苦 给对方结善缘 更把这个功德 会向成佛的智慧 那你要勉强自己去做 所以在这一点 大乘的修行 是不离开日常生活的 特别是我们华人 我们社会关系 比较好一点 不过老实说 各位住在美国 有点危险 为什么 他喜欢框框框框起来 一个小王国 独家花园 然后跟隔壁 好像很少打招呼 这样慢慢慢慢 个人主义强了 你要去慈悲就很难 慈悲你必须要经常接触众生 你要设法让自己 不要说我自己搬到山里面 所以我司空说 你搬到山里面 以后变成怪老人 个性怪怪的 所以谁也不能侵犯你 那这样你就 没办法把这个 我给它消除掉 因为你有你的个性 你有你的傲慢 特别在西方国家 很明显了